公元1433年 印度古里 62岁的郑和在登船时摔倒 病情急转直下 这是这位大名众臣第七次下西洋 垂垂暮年寿命远行 他知道自己可能再也无法踏上故土 泥流之际 他的思绪回到大名 回到光辉万丈的紫禁城 他仿佛再次看到多年前 为自己践行的明成祖诸地 大名的荣光 在郑和一次次远航中走向巅峰 八方称颂万国来朝 梅囊回到故国是郑和的遗憾 但是死于航城之中 又似乎是航海家的宿命 在第七次出航之前 郑和命人铸造了一口大钟 祈宝 下西洋 往返平安 如今这口双龙纹铜钟 陈列在距离故宫博物院 几百米之遥的国家博物馆 它与六百年后的人们隔窗相望 私人已去 铜钟长流 让我们能够面对前人的深蓝梦想 在这口铜钟上 传客的名文依然清晰可变 大明宣得六年岁次辛亥仲夏吉日 太监郑和王景洪等同官军人等 发心铸造铜钟异口 永远长生公养 祈宝西洋回往 平安吉祥如意者 这口钟是郑和启航的标志 也是它伟大远航终结的标志 同时它也宣告了古代中国 探索海洋文明的终结 太沧港地处长江入海 海口南岸 38.8公里的长江岸线 以及12.5米深水航道 使它成为不可多得的天然两岗 透过往来如知的货船 我们可以想象六百多年前 太沧港的盛景 圆明时期这里叫做刘家岗 日本 琉球 高丽 安南等国商船 云集于此 大明航海家 外交家郑和 就是从这里扬帆起毛 七下西洋 只是随着郑和的离世 太沧港 太沧港翻墙林林 茂盈市集的光景 在中国的历史中消失了近六百年 明朝的远航为什么会被叫停 直到今天 人们的追问从未停止 在明朝的时候 那航海的主要动力就是风力 因此郑和团队出航 一般都是在十月到第二年的真月 那么利用一个东北季风和西南季风 那么利用与海洋的一个洋流的有利条件 来缩短航行的一个时间 郑和下西洋 极大的促进了海外贸易 太沧更是得风气之先 港市上各国共使带来的象牙 西角 宝石 香料等珍奇异宝 都见证了郑和下西洋史 海外贸易的繁荣和大明王朝的辉煌 太沧正和纪念馆内 保存着一枚六百多年历史的小犀牛角 来自苏门达腊 它斑驳的痕迹 仿佛述说着远洋的风浪 和大明朝一去不返的辉煌 明代航海家正和七次大航海 以协和万邦为目的 但是对于大明的经济而言 不论多少珍惜西汉之物 也不能带来实际利益 更难以填补远航需要的 巨大财政损耗 这时的明朝 拥有当时世界一流的航海能力 却因为保守封闭 关门自首 而放弃了这种能力 正和下西洋的落幕 导致此后五百年间 中国所遇到的灾难 主要来自于海上 正和的船队最后一次回国 是1433年七月 紫禁城里的宣德皇帝朱瞻基 在乾清宫里 徜徉于各国珍奇 感叹正和的离世 此时的大明王朝 至少从正史文本中 看不出有什么危机 宣德年间 看起来政治清明 百姓安居乐业 但如果把目光 从金碧辉煌的紫禁城 转移到北京以北 一个叫关沟的山谷 就会有另一种判断 在北京的西北 有一条天然形成的高速公路 称为四十里关沟 北起居庸关 南至北京城 向外沟通冀北 查哈尔 近北 蒙古地区 自古以来 关沟就是北方游牧民族 进入华北地区的重要通道 公元1434年 冷风过境 蒙古高原寒流顺 关沟而下 直取北京 元朝灭亡后 蒙古分裂为多个部族 其中以瓦剌和达达两部 最为强悍 崛起之势不可逆转 公元1434年9月 瓦剌在姆纳山之战中 击溃达达鱼部 斩杀达达首领阿鲁台 成为元朝之后 最强大的蒙古政权 瓦剌崛起 对明朝而言 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1434年秋 阿鲁台战败被杀的奏折 传到紫禁城内 按理说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 值得明朝君臣 认真评估 北部边防的未来走向 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幅宫廷画 朱瞻鸡行乐图 正详细描绘了这一时期 宣德皇帝丰富的业余生活 他便服颜貌 在育员观赏体育竞技表演 射箭 锤丸 投壶 马球 簇拘 场面宏大繁复 细节具体入微 而蒙古高原的重大动向 似乎沉没在 前清宫的公文堆里 并没有引起 宣德帝的警惕 前清宫 作为明代的皇帝寝宫 这里曾居住过明朝十四位皇帝 殿前有一条架高的御路 可以直接从前清门 走到前清宫外的汉白御路台 这高高的御路 把前清宫院落隔为两半 宫女太监平时往来于东西两边 只能走御路下面的碎洞 名叫老虎洞 桥上的路台两侧 陈放着同归 同鹤 御义皇帝万寿无疆 这个美好的御义 在大多数明朝皇帝身上 仅仅只是一个愿景 公元1435年 年仅38岁的宣宗病逝 九岁的朱启镇即位 年号正统 这个不到十岁就失去父亲 从小跟着宦官王阵长大的小皇帝 坐上了龙椅 随之而来的就是宦官专权问题 外敌可以征讨 聚首 而瓦解一个国家的真正问题 从来都是来自 内部 集位后的朱启镇 先是从北京城着手政绩 他不但让人修了京城九门 还在五年后重修了奉天 华盖 锦深 三大殿 如今我们看到的太和殿 中和殿 宝和殿 都是在此后的数百年间 经过了三次焚毁和数次重修 改修 增修 留下来的 如今的太和殿 连同台积 高35.05米 大约有12层楼高 明世宗实录记载 以前的奉天殿 面阔95.1米 近深47.55米 由此我们可以想象 重建的奉天殿 比眼前的这座太和殿 更加巨大宏伟 宫廷建筑的焕然一新 伴随的是 另一个权力时代的开始 公元1441年 当14岁的正统帝朱起镇 站在辉弘的奉天殿前 想必一定是豪情万丈 只是 这位明朝建立以来 最年轻的皇帝 似乎对权力这两个字 还没有特别深刻的认知 为了庆贺新奉天殿的落成 朱起镇决定大宴群臣 也是在这次宴会上 郑统帝开了一个先例 亲手扩大了宦官的权力半径 这场宴会一开始 并没有王阵的身影 按照明朝宫中制度规定 皇帝陛下和外庭官员的宴会 只有太子和朝廷大员 才有资格从东华门正门进宫 内庭宦官是没有资格参加的 而三大殿竣工的宫廷宴会 郑统帝专门派人将王阵请来 并下令打开了东华门的中间大门 让王阵进入宫中参加宴会 王阵刚到 宫中百官即向他罗拜表示欢迎 从这一刻起 王阵不再是单纯的皇家奴才 他获得了和外庭高官同样的政治化语权 这也踏出了明朝宦官专权的第一步 位于北京东城区的智化寺 以前是太监王阵的家庙 今天时常能够看到现场演奏京音乐 这一特殊的音乐形式 来源于唐宋的宫廷音乐 自1446年由明代宫廷传入智化寺后 一直按照口传新寿方法代代相传 单从允许智化寺演奏宫廷音乐 就能看出正统币对宦官王阵的特殊优待 智化寺是北京地区保存最完整的明代木结构建筑群 按照唐宫秦兰七堂规制而建 建筑规格非常高 公元1444年 正统帝朱启镇为其赐名 报恩智化禅寺 并客气地称王阵为先生 然而正是这位让朱启镇用生命去信任 和依赖的太监 几乎断送了大明的国运 公元1449年7月 瓦剌太师托换之子野仙 借口明朝赏赐不足 可扣购马价格等名墓 统帅各部兵分四路入侵明朝 瓦剌来势凶猛 明朝边防部队应对施力 大同参将吴昊战死 据史书记载 兵封甚锐 大同兵施力 塞外城铺 所致陷没 一时间大明的西北边境 风烟四起 此时距离朱棣最后一次北伐 危阵东亚不过二十五年 明朝的北方边境 真的那么不堪一击吗 如果仔细考察不难发现 这是瓦剌人的局部突破 并不是全局反攻 瓦剌人擅长运动战 不善于攻城战 明王朝需要做的 是坚守要塞 坚蔽清野 切断敌人退路 同时调集精卫去歼灭敌人 但此时的明朝朝堂上 拥有军事发言权的 不是懂军事的人 而是大太监王振 年轻气盛的朱启镇 听从王振的建议 决定效仿先帝 欲驾亲征 以示自己也是英主 这是一次说走就走的 武装旅行 连出发前的基本攻略 都没有准备 仓促出兵 仓促交锋 仓促撤退 明军这次窝窝囊囊的出征 最终演变为一场 真真实实的军事灾难 公元1449年8月14日 土木铺烈日炎炎 大军疲惫不堪 兵部尚书旷野 建议大军进入居庸关 抵保皇上安全 兵部尚书旷野和英国公张府 一再建议大军入居庸关 以保安全 但军事外行王振 总领一切军政大权 对旷野的建议毫不理会 而是指挥明军 撤退到北京西南的紫荆关 正是这个愚蠢的决定 把数十万大军带上了死路 土木铺有土有木 唯独缺水 最近的河流在南边15里处 已经被瓦剌军抢占 也先假装和谈 假装撤离 以便把明军调出堡垒 正统地不宜有诈 王振下令一迎就水 大军一轰而起 奔向河流的方向 离开坚固阵地 在移动中的军队 是最脆弱的 即可的官兵奔向河边 完全丧失战斗队形 瓦剌军伏兵四起 发动总攻 明军瞬间溃步成军 据后来逃回北京的大臣 李贤记载 此战主战场明军 二十余万人 有三分之一战死 五百多年过去了 历史只留下了 这座小小的险中词 向后世诉说着 土木之战的惨烈 公元1450年 明王朝为祭祀土木铺之变中 殉难的数百名朝廷重臣 和五十万大军英魂 在土木铺战场 修建了这座险中词 混战之中 太师英国公张府 驸马都尉为代表的 大批文官武将 全数战死 正统帝朱起镇 被瓦剌俘虏 激愤之下 宦官王阵被护卫将军 樊忠 轮垂砸死 土木铺之变 对明王朝而言 堪称是灭顶之灾 一朝天子 从万人之上 沦为阶下之囚 堪称大明开国以来 最大的耻辱 1949年 在沈阳故宫的祥凤阁 考古人员发现了 表在屏风上的九边图 这是极为珍贵的一幅 明代地图 他全面标绘和注入了 明代北方的万里长城 后被青统治者收藏利用 用来征讨明朝 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以成孤贫 所谓九边 明朝初年确定的 北部边疆九个重点防线 辽东 冀州 宣府 大同 天关 宁夏 榆林 雇园 甘肃 每条防线都以战略支撑点 为核心 依托有力的地理条件 构建起包括要塞 机动部队 防御部队 长城和后勤基地的 系统军事体系 是明朝同蒙古 残余势力 防御作战的重要战线 正统第十期 九边重镇 一直处于不断的加强之中 此时 芒谷瓦剌部的实力 虽然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但他们能够突破的 只是暂时无法全力防守的关爱 但是 如果王朝的心脏出了问题 他在躯壳上的盔甲再坚固 又有什么用呢 土木坡战败的消息传回北京 朝野震动 京城里不少的官员大户携家眷难逃 皇帝被俘虏 前秦宫里出现权力真空 强敌随时都有可能打到城下 此进城内外 黑云压城 城欲催 是战 是手 还是谦 一个抉择的失误 就有可能会断送大明的江山 关键时刻 一个拯救明王朝的人物 登上了历史舞台 提供中塔图赞这幅行书 作于明正统年间 用笔尽俏有力 别具一派 俊拔青刚之气象 他的作者是于谦 十年四十多岁 从巡抚升任兵部侍郎 正值意气分发之时 但此时的他没有想到 短短十年间 朝廷会遭遇如此大的变故 而自己则要以粉身碎骨为代价 来拯救大明王朝 五五门是紫禁城的正门 凹字形的结构 层层递进的布局 突出了皇家建筑的庄严肃木 明代时 如果有大臣触犯了龙威 就会被绑在五门前的玉道东侧 受停仗之刑 土木铺之变后 群臣义愤填膺 在五门活活打死了王阵的亲信 史称五门血案 1449年8月18日 皇太后命英宗义母弟弟 成王诸启玉坚果 被俘虏的正统地 成了野仙手里的筹码 为了粉碎野仙 可能提出的政治讹诈 于谦提出 设计为重 君为清 和群臣一起 拥立诸启玉即位 改元景泰 姚尊被俘英宗 太上皇 敌寇将至北京城危在旦夕 景泰帝朱启玉 作为最高统帅 任命五十二岁的于谦 为兵部尚书 这位极具军事天赋的文官 提督各营军马 正军备战 全权负责指挥 北京保卫战 大战在即 必须上下同域 调集军队 持援北京 集结力量 于谦奉景泰帝之命 即调两京河南的备操军 山东及沿海的备窝军 以及京航大运河沿岸的运粮军 来北京 短时间内 使北京城的兵力有几万人 迅速增加到了二十二万人 在兵力数量上 形成了优势 于谦还派人员到土木铺一带 去收集明军八月份 溃败时丢弃的物资 根据历史记载 找回头盔九千多顶 铠甲五千多箭 火枪一万一千多杆 神冲两万只 神剑四十四万多只 火炮八百余门 使明军的武器装备 在短时间内 得到了明显的补充和改善 从等待谈判到转入进攻 时间过去了五十五天 于谦一天都没有浪费 也先原本以为 自己手握一张王牌 可以狠狠敲诈明朝 但是一天天过去 对手毫无谈判迹象 他手里的这个太上皇 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 他决定进攻北京 此时正指北京城 准备城防的紧要关头 瓦剌从大同进军北京 明军层层防御 自经关一战 为北京赢得四天时间 10月11日 瓦剌三万大军 途经梁乡 进底卢沟桥 冰封直直北京城 北京已经严阵以待 兵临城下大战在即 北京城门即是大明的国门 德胜门距离紫禁城 仅有三公里 这个距离决定了 明军一旦失败 帝都就会岌岌可危 公元1449年10月13日 北京城风急宇宙 瓦剌军裹挟着大风雨 满攻德胜门 明军小规模骑兵 洋装溃败 向德胜门方撤退 也先率骑兵万人 穷追不舍 明军大将石亨 已经率神机营 在城外民房内射服 等野先军进入埋伏圈后 于前一声令下 神机营火器万箭齐发 瓦剌军损失惨重 两天后也先放弃攻城 带领部队边打边撤 一路退往关外 北京城的危机解除了 土木铺之变和北京保卫战 持续两个多月 为之镇颤的不仅是以 紫禁城为核心的北京城 大明王朝及其周边蜀国 都深切感受到 帝国危在旦夕 国运一落千丈 一年后被俘虏的正统地 朱祁镇也被送了回来 景泰帝朱祁 将其软禁于南宫 你假如那次北京城没保读 民运中也回不来 保卫北京城这件事情上 当然余前是在宣传的 但更主要的就是 这次危机就从大历史来看 是中国北部边疆 能够保读的一次重要的历史性的森林 北京保卫战取得胜利 神机营火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明代火器非常发达 朱元璋在元末战争中 已经大批量使用火器 到永乐年间 火器使用更加专业化 神机营就是朱棣一手创建的 火器特种部队 开创了世界上火器部队的先河 在当时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 都处于领先地位 战争离不开武器 但胜败 曲绝于人 即使这样先进的武器 既没能挽救土木铺的失败 也没能避免 此后明朝国防格局的颓势 位于甘肃白银市的永泰古城 是现存唯一一座完整的明代军事要塞 土木铺之变的同一年 公元1449年 一向归顺大名的达达阿赤兔部落 开始侵袭甘肃景态 达达原本和明朝和平相处 之所以变脸和土木铺之变 有重大关系 瓦剌的胜利鼓励了达达 他们注意到 明朝已经不那么强悍了 既然他们的瓦剌同胞 可以在华北大捞一把 他们为什么不能在西北 如法炮制呢 明王朝和达达在西部的交锋 中持续了一百五十多年 大小战役一百多次 直到万历二十六年 公元一武九九年 才最终分出胜负 明王朝重新占领了 黄河以北大漠以南的湿地 公元一六零六年万历三十三年 巡抚顾齐志向朝廷建议 在兰州与松山新边的洪水铺之间 增建三座城铺 最重要的一座大铺 取名永泰城 顾名思义 明王朝希望山河永远康泰 只不过这个时候 山河永泰越发难以维系了 土木铺之变和之后的北京保卫战 让北京周边沦为焦土 临近的辽东地区也受到重创 但是更为严重的破坏 远非是肉眼可见的残垣断壁 而是明王朝的国家形象 土木铺之变暴露出了 明王朝的软肋 天朝善国不再令人生畏 这场浩劫及其附带的影响 忠明一朝未曾恢复元气 公元1457年正月23日 北京城中春节的喜闹之气尚未散去 正午时分 一辆球车被押往重闻门外 就在几天前 景太帝诸启玉并重 诸启镇复辟 该年号为天顺 以为顺应天意 这就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夺门之变 而当朝兵部尚书于谦遭到以英宗为首的复辟势力报复 成为了这次政变最大的牺牲品 被判处斩力决 余谦遭主持打赢了北京保卫战 拯救了危难中的明王朝 他能够击退强大的瓦剌铁技 却玩不过残酷的权力斗争 史书记载 天下冤之 这是成王朱启玉登基时流传的一首童谣 谐音是 玉帝玉帝 成王土地 玉若再来 谢了土地 其实是文人们炮制出来的 他们认为玉帝占有皇位 可皇帝如果再回来 皇位就得还回去 九年后 这首童谣竟然应验了 这座四合院的主人余谦 曾拯救了北京城 如今仍然影响着后人 更多人对他的了解 是他十二岁写下的传世名作《石灰银》 千锤万凿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焚骨碎身 魂不怕 要留清白 在人间 其中的刚烈 凛然 力透纸背 这似乎也是对他一生的诠释 于谦死后 士兵奉旨前来抄家 他们没有找到任何值钱的东西 除了一个紧锁的柜子 打开后 发现里面珍藏的 不过是皇帝赏赐的 蟒袍和长剑等物品 没有任何多余的财产 于谦在民族危难之际 力挽狂澜 避免了国家再一次出现 两宋时期分裂的局面 保住了大明的半壁江山 他的坚持立战 使大明得以续命近二百年 只可惜英雄的一生 被皇权辜负 但历史永远记住了他的名字 对于明朝而言 于谦之死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转折点 文官集团遭受沉重打击 走到这一步 大明的国运衰落 已经不可避免 现存于故宫博物院的一团和企图 是朱起镇的长子朱建深的绘画作品 朱看是一笑面弥勒盘腿而坐 细看 左一是道观老者 右一是方金如是 中间是佛教中人 画幅借用了虎西三孝的典故 亦在和三人为一体 矮一团之和气 并赴欲制一团和气图赞 产世了华夏自古的中庸思想 也体现了统治者 对和文化的向往 君臣和和的体现 同时这也是明朝统治内部的自我修复 公元1464年 十六岁的朱建深在奉天殿登基 年号成化称明献宗 这位历经费力的太子登基之后 为于谦等功臣平反昭雪 期望此后人人安分守己 彼此一团和气 大名江山得以长治久安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愿景 与现实的巨大差距 成化帝即位后不久 就待于正式 不见大臣 首开明朝皇帝 不与大臣议政的先河 紫禁城以乾清门为戒 南为乾朝北为后庭 后庭的东西六宫是嫔妃的住处 作为东六宫之首的成乾宫 最初叫永明宫 是明代宠妃的宫秦 我们无从考证朱建深的宠妃万贵妃 是住在成乾宫 还是住在史书中记载 但以无迹可寻的安喜宫 总之朱建深在位的二十三年里 大部分时间都窝居深宫 沉迷于个人艺术创作 作为国家皇权的象征 紫禁城俨然变成了北京城中的 一座豪宅 一个王朝气质的改变 似乎能从一件艺术品上 看出端倪 在故宫博物院景仁宫的御祠展上 我们找到了成化皇帝 在历史中传奇的身影 成化帝朱建深自小 喜欢书画古玩 尤其酷爱瓷 豆采瓷就是成化帝的创新瓷器品种 但这一时期的瓷器在尺寸上 没有了永乐和宣德时期的大器 而是以小巧捐秀的器物为主 所以在中国瓷器史上 有着成化无大器的说法 后人推测 这与成化帝的个人性格分不开 或许成化帝在紫禁城里 把玩这些精美的艺术品时 也会偶尔想起祖辈的雄心壮志 也会想起郑和 据记载 一天成化帝突然下诏 命兵部插诏郑和初始水城 郑和初始水城 收录了郑和下西洋大量原始资料 包括皇帝赤书 船队编制 名单 航海日志 账目等等 可兵部官员查找了三天 最后被车驾廊中刘大夏告知 所有关于郑和的档案已被销毁 如今我们只能从明朝晚期 毛园一边转的五倍智中 遥想郑和下西洋曾经的辉煌 郑和初始水城是否真的被销毁 至今仍然是个谜 这份价值无法估量的档案 就这样消失在了历史之中 从此下落不明 大明的远航不再有 郑和不再被人提及 巨大的舰队 宝船 任其搁置 废烂 大明就此结束了 对海洋文明的探索 而同一时间的西方世界 文艺复兴与地理大发现 拉开帷幕 从公元1430年 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 到1487年 成化皇帝病逝 中间经历了宣德 正统 景泰 天顺 短短六十年间 冥王朝经变不断 每一次大变数 都直接改变着国运江山和版图 六十年间的大转折 冥王朝完全丧失了雄心和远见 而历史的天平 也在此时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倾斜 今天 我们回顾大明经变的这一个甲子 以事为鉴 不难得出结论 只有不断地放眼世界 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外交流中 才能不断地持续发展进步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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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哟 李宗盛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亦无庸 落笔青山满如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横朝夕花不尽江山今秀 我心已如宙 任岁月凶手 但人间风雨不朽 愿怎你不朽 我藏足身后 亦无忧 我藏足身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